人頭湧湧,趁熱鬧,紳士坑 沒理由不來 好了,買了咖啡飲 應該不能進去 好,我們先試試 最後一口 準備了十二點入場 現在幾點了?十二點剩下 看看人 正常 這兩人新開幕好像不能進行 這裡四位 我們這四位 入場了 哇 HELLO 進來了 可以拍攝的 好 這是英文的 好 我們要講英文 不要英文 謝謝 我們聽一下攻略 我們聊一下,怎樣走 去到最高先 我記得有分東南西北館 我真的完全沒有想像 沒有想像 我想剛好幾個正路應該先去到最高先 好嗎 好 謝謝 好,進來大堂都挺開陽 超大的地方 當然 有戲院在那邊 那邊戲院 我後面這裡戲院 另外那裡有家叫 梁令俠 學野的愛力 好 我們現在決定 上了最高那裡 問了 三樓開始 如果我們不是會員 就是普通人 不能去會員那邊那些 那就要三樓開始走 這裡傳動有十一層樓 好 我們從這裡開始 我們決定由東南西北的東開始 但是東之前呢 有個大台交來拍攝 看 看什麼來的 這裡應該就是介紹 起一個M加坊物館的 一些 記錄 是的 一些片 第一個展館 物件空間互動 東展廳 中文營 的 不 正 在 穩定 中文營 平衡 這 中文營 我們感受一下這個千里迢迢去日本搬過來的 叫什麼?青 糟了,忘了叫什麼壽司筆 叫什麼? Q.O.油 青油 好,真的30秒計,這裡很嚴重 每次三個人,好,拜拜 拜拜 好,藍展館之前,旁邊有一個叫什麼字 合團展廳 好,接著藍展廳 正在路上坐著直播 30分鐘,飯排 這個展品會建議你們坐下自己 待會坐不坐就好 不用怕嚇了 原來只排了10分鐘 就進來了 好,接著還有一個小館 好,走了兩個小時 就全部東南西和一些別館走完 現在下去樓下想找個咖啡店 有些東西關掉的參觀一下 講一下感想 暫時就覺得藝術這些東西 真的要慢慢去浸入 還有,也好,看看 香港有個這麼大型的博物館 藝術館應該要看看 好,繼續走 下樓下,原來是有個很大的儲物空間 那是用不用錢呢? 我幫大家研究一下 我想問儲物是不用錢的,是嗎? 不用錢 好,謝謝 好好啊,不用錢的 不錯 沒錯,這裡B1這層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以出到海那邊 然後出海邊 好,這裡有個很漂亮的咖啡店 可以喝咖啡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對嗎?這裡挺漂亮的 咖啡店旁邊有得上去這些地方 好,這裡有個多媒體中心 裡面應該要看一下片段 好,接著去B2那裡看看有什麼 說實看見一堆人以為30分鐘 又是我們用剛才的泥土那裡這樣想 那個泥土人 但誰知道,其實我們現在排了10分鐘 已經到了隊頭,準備進去 有老鼠 這個不是剛才的影片那裡嗎? 好,謝謝 因為上三樓 它原來是要出暫時 不能直達上三樓 花園平台 所以一定要出回去再上 那我們臨走之前 走完一間 書店 精品店 其實不是書店,是精品店 這裡出口 天台花園就要 上面有露天餐廳 天台花園 這條電梯上去上面 帶我們上去之前 看看圍港的景 很漂亮 休息一下,先出來看看海 始終都是我們香港的海景 真的很漂亮 拍照啦 好,謝謝 謝謝 上來三樓 原來是空中花園平台 沒什麼特別 這裡沒有衛術品 沒有博物館展品 分享一下 今天那邊很多環船 其實剛才留意到現在已經3點半 因為除了星期五 是晚上10點之外 其實現在每一天 除了星期一 星期一是休館 就是六點 所以可能這個時間 人們怕 看不完的東西 所以就少人了 入場就少人了 但每一個展館 真的都多人排隊 我想好像我們這樣 12點這個時間是好的 當然啦 如果我覺得 越預訂得越早越好 總括來說 香港人的一個 世界級的博物館 是要來一來的 那 是啦 自己來感受一下 拜拜 最後分享多一點點心得 首先 吃飽一點 裡面都是一間小餐廳 都不是餐廳 只有三文字喝咖啡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些什麼 對 還有一個位置是不多的 吃飽一點 然後還有 不過裡面的洗手間是ok的 很大 很充足 不用排隊 分享一下 還有就是 都累的 不過裡面很多位置給你坐 總之 ok啦 可以喝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裡面可以喝什麼 但是 我帶了一張水來的 那時候都沒有security 那時候 就是mose security 進來是沒有檢查過東西的